崩了,美国苹果和一些美国芯片巨头的股价崩盘了,据美国媒体传来最新消息,苹果股价今天开盘后一路大跌,最大跌幅达4.34%,最终收于182.91美元,跌幅达到了3.58%,单日市值蒸发1062亿美元,一夜7000亿美元蒸发,恐怕只有苹果,才能达到这个量级别。 不但苹果市值突然崩盘,多家美国芯片公司股价也大幅下跌,其中美国芯片巨头英伟达股票暴跌超3%,表面上看苹果这次股价突然崩盘,受到欧盟将苹果列入重点监测名单之中的影响,但不得不说,从种种迹象来看,这次华为突然横空杀出,7纳米芯片的5G手机突然推出,打了苹果一个措手不及, 这也是人们看衰苹果股市争相抛售的一个原因,我们看到自从华为Mate60手机开发中以来,在全国现行的抢购广场,并且DP被存货现货已经售庆,华为如今正在紧急加班加点赶工,并且已经承诺在10日之后将会敞开供应品手机, 而业内人士已经预测,这次华为Mate60手机销售量,极有可能至少突破2000万台,要知道在手机市场不景气的今天,华为手机的爆火,必将对抢夺包括苹果在内的其他手机的市场份额。 还有一则消息,那就是传言三大运营商将集体解除和苹果的合作,这则消息传出之后,虽然三大运营商站出来,辟谣称将会继续和苹果合作,但是在推崇国货。 另外又是在华为5G手机横空出世的情况下,苹果在中国的市场注定会受到攻击,尤其在美国加大对华为以及中国半导体制裁力度的今天,三大运营商如继续和苹果加深合作,也必将招来国内民意的压力。 如果美国继续加大对中国半导体的制裁,不排除中国也会采取更多针锋相对的政策。 在中国5G手机取得突破的情况下,中国手里的牌也越来越多了。 在没有华为竞争的日子里,苹果虽然一路高歌猛进,横扫国内一众手机品牌,并且在中国手机市场摇摇领先,但也掩盖不住苹果开始走下坡路的现实,并且连续三季度苹果出现同比下跌。 由于华为赶在苹果发布会之前,突然推出了7纳米芯片的5G手机,这些让苹果措手不及。 外界猜测,华为极有可能写Mate60等一系列手机,再次向中国手机龙头老大的宝座发起冲击。 这让原来在中国市场没有竞争对手的苹果面临严峻考验,我们看到苹果破天荒的提前两周进行苹果新品手机的预热,以抵御这次华为Mate60带来的重击波。 在国人观念已经转变,中国制造已经深入人心。 华为在5G手机领域取得重大突破的情况下,在中国手机高端市场又将出现两强相争的局面,即便苹果型新品手机问世,也很难再复制没有华为竞争时的疯狂了。 还记得就在近日,美国芯片巨头英伟达CEO黄仁勋大声疾呼,中国市场只有一个,若不能与中国交易将对美国造成巨大的损害。 不听劝告,一意孤行的美国总统拜登政府正在开始付出惨痛代价,美国是彻底挡不住了。 8月29日,华为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,突然推出Mate60手机,送给了来访的美国商务部长联盟多一份大礼。 随后这一款拥有7纳米工艺纯国产芯片,不惧美国制裁的5G手机,立即就在网络上掀起了抢购狂潮。 华为Mate60手机突然横空出世,打了美国一个措手不及。 对此恼羞承怒的美国表示,将继续对华为进行技术以及芯片封锁。 同时美国有议员竟然直接叫嚣,要升级对华为以及为华为代工麒麟芯片的中芯国际,进行全方位封杀,也就是说不允许华为以及中芯国际拥有任何美国技术以及产品。 面对华为的突破,看来美国真的急眼了。 然而就在美国叫嚣,要升级对华为制裁的话音位落惊天,在毫无任何预兆的情况下。 华为再次亮剑了,华为突然又上线一款最新折叠屏手机Matex5,尤其引人关注的是,华为的这款折叠屏手机和Mate60一样,同样搭载的是来自华为的麒麟芯片。 华为的于成东在社交平台兴奋的发文,称最强折叠屏手机还得看华为,我们仿佛又听到了遥遥领先的声音。 华为折叠屏手机发布的消息,同样在网上引发了轩然大波,同样引发了手机爱好者的抢购狂潮。 我们看到好的,无论是华为Mate60手机,或者是突然推出的华为折叠屏手机,都属于中高端手机。 这次华为的战术打法已经相当明确了,也就是把低端手机市场留给国内的一些手机厂商。 付出之后的重点盯上了苹果,主要是为了阻击苹果推出的新机。 短短时间之内,华为推出两款国产5G手机,并且都是自研的7纳米工艺芯片。 这就是华为要做就做最好的。 从2020年华为被美国封锁,哪怕拥有5G专利也不能生产5G手机的时候, 很多人都以为华为这一次挺不过去了,因为从来没有一个企业能够躲得过美国这个超级大国, 协同众盟友联手发起的阻击行动。 更何况我们当时在芯片领域,对美国芯片依赖极为严重。 但是华为发出了除了胜利我们无路可走的誓言。 自华为被封禁之后,国内一些手机品牌本来指望取代华为的市场份额。 但是再无任何对的苹果横扫中国手机市场,在高端手机领域里面几乎全部被苹果垄断。 如今沉寂了四年的华为,以一部自研5G手机再次卷土重来, 并且在在毫无任何预兆的情况之下,突然连续发两款5G手机,没错,都是国产5G芯片,都是7纳米工艺。 这个消息也让大洋彼岸的美国有一种前所未有的挫败感,在美国的打压之下。 华为不但没能倒下,反而变得更加强大。 连续两天,美国苹果、高通、英特尔等芯片巨头股市集体大跌。 其中苹果股票更是两天距跌近1.4万亿人民币。 像当年美国对我们的定位系统采取极为严苛的封锁。 如今的北斗卫星定位丝毫不亚于美国的GPS。 在有些地方甚至比美国的GPS还要精准,已经跻身于四大导航系统之一。 像当年美国用立法的形式来封锁我国在航空航天领域的科研,将中国的科研人员拒之门外。 而如今,中国的空间站将成为世界上唯一运行的空间站。 已经有十多个国家的宇航员报名加入空间站,而美国只能眼巴巴地看着了。 如今在美国轻举国之力的封锁打压之下, 华为不惧封杀卧星尝胆。 三年之后用一部华为5支手机来告诉美国以及整个西方, 想要封锁中国在高科技领域里面的科研和发展,门都没有。 华为的逆势翻盘再一次告诉我们,面对美国强权的欺凌, 屈服和投降换不来对手的尊重,可能换来的是对手更加变本加厉的打压。 而明知山有虎,偏向虎山行,置之死地而后生拼死一搏, 经历凤凰涅槃重生之后,才能谱写出更加壮丽的篇章。 两岸原声提不住,青州已过万重山。 加油华为,加油中国。